早安现场 各位听众您好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在今天的早安现场这个单元里面呢 志平要跟您探讨这个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打开所有报纸的财经版面 也许这两天你所看到的 通通都是护港通 事实上护港通这三个字早在半年以前 我们就已经看到很多媒体大幅度的报道 不过真正实施却是在最近 今天我们带您了解什么是护港通 他可以帮你怎么去赚钱 为您访问的是金周刊的传述委员周祈元 祈元您早 听众们好大家早 我是祈元 是 我想请教您 这个也许很多人 他看到这个人民币的商机 看到两岸三地有这么大的商机 但是他就不知道怎么样去切入 怎么样去获利 如今护港通也许是一条管道 但是他不了解 所以我想先请祈元告诉我们的听众 什么叫做护港通 护就是上海这个护港 也许就是香港对不对 对没错 其实护港通我们把台湾的这个两岸三地的股票的中概股 我们做一个前世今生的介绍 台湾很多所谓的中概股 他在中国有业务 那但是很多人会觉得说 但是他不是百分之百都在中国有业务 他的业务可能有百分之十在日本 百分之十在印尼 百分之十在台湾 剩下百分之七十才是在中国 所以很多人以前在台湾买股票的时候都会说 这支是很纯的中概股 另外一支是不那么纯的中概股 那护港通这件事情呢 他就是没有纯不纯了 为什么呢 因为护港通意思就是 你在香港有券商的户头的话 你就可以用你券商的户头去买上海上市的568档股票 那相对的在上海开户 应该说在全中国开户的人 只要他的户头账上现金超过人民币50万元的话 他是中国本地人 这样的人他就可以买在香港挂牌的266档股票 这样子加起来一共是大概七八百档股票的 互通这样一个机制 那这个机制为什么很特别呢 因为以前中国的股票市场是封闭的 他有AB股的分别 AB股只有中国本地人可以买 也就是拿中国身份证的人可以买 那B股呢 B股上市的数量比较少 而且因为他的流动性比较差 他的成交量很少 所以都是给外国人买的 那他是做一个这样的区别 因为以前中国人会觉得说 很怕这个外国的这种外资机构 或者所谓这种金融大鳄 他会去影响中国本地的金融安全 那他就做了一个AB股这样的分别 长期以来中国很多的公司都是要在本地筹资 筹不到的情况下呢 才会到国外去上市 那第一选择一定是到香港 所以在1993年的时候 香港本地的公司之外 香港就成立了所谓的H股 H股就是那个香港那个H股 那这种公司呢就是来自中国 那基本上是以国有企业为主的 第一支国有企业上市的H股 就是青岛啤酒 那后来呢 最近很多中国的网路股到美国去上市 像是阿里巴巴是最著名的 还有百度 还有京东商城 那这些公司很多网路公司 为什么都到美国去 因为纳斯达克的本益比比较好 同样赚一块钱 也许在美国给你20倍的定价的话 在香港在中国可能得到十几倍而已 所以他们都愿意到美国去 但是护港通这件事情呢 跟以前最大的一个不一样 就是说以前你想要买一个中国的商机 比如说你看好中国很多人用盖房子 盖大楼盖商办 所以中国的水泥钢铁用量一定会很大 那你想买中国的钢铁或水泥股的话 那你只能买中国的基金 香港上市的基金 或是在台湾挂牌的基金 那但是这支基金里面 它不可能是买水泥公司钢铁公司 它一定会买一些比如说咖啡店 比如说买一些这种猪肉商 或者说白酒商 它是一个比较杂的概念 但是以后护港通呢 如果你今天在香港已经有户头了 那你可以买 就像在台湾买股票一样 你可以买一只想要的股票 比如说我今天很看好贵州茅台 我认为以后全中国的人都会喝贵州茅台 那我的户头可以只买贵州茅台 它会是一个从把人变成个人 你以后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你不需要听经理人帮你操作 这是对大家的差别 原来如此 哇听你这么一讲 好像这个我们真的通了 是 齐远那我想请教你 很多人都会来强调说 护港通其实它的效应非常非常的庞大 我目前所能看到的很多的资料 不管是你们所做的报道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媒体所做的报道也好 整个护港通大概会带动的资金 大概会有七兆美元之多 最多我看到的好像是这个 那我想请教你 真的有这么可观的这个数据吗 这个数据会不会在你来看 会不会夸张了点 它长期来说 它会是一个双向的效应 因为它现在初步公布的规模 上海往南去买香港的这个部分 每天成交上限是105亿的人民币 那这就是500亿台币 那如果是北向香港往上海买股票的这个方面 那每天是上限130亿 那就是600多亿 所以你一天成交双向加起来大概是1000多亿的资金 为什么会有7兆美元这么多 因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其实中国的投资人 他们的选择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中国人的话 他手上有钱 他想要给他的子女做一些教育基金 甚至是给他自己做退休基金 他能够买的东西是非常少的 在台湾你可以买海外基金 你可以买台湾本地的基金 台湾的股票 然后REIT不动产 或是直接买房子 买黄金 什么都可以 完全没有限制 你可以买任何一个地方的证券 但是在中国情况完全不一样 你除了A股之外 你大概就是买黄金跟房地产 因为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REIT 所以你也不能够买那种 不动产信托基金 你来收现金 而且他买海外的证券的人 基本上门槛也相当的高 除非你有海外的国籍 所以这变成了一个 对中国人来说 其实很难去留住 或者说稳定的收取一些股息 或者是资金 那对其实护港通 他不只是解决了 这个海外资金 一直没有办法进军 中国金融市场的问题 对中国人而言 它意义更大 因为这个7兆美元是 海外进军中国A股 跟中国的资金 出走到海外去买香港 甚至以后更多通 这样子的双向加起来的金额 对 了解 那我再求证一件事情 刚刚你说往南105亿 往北是130亿 合起来大概总共是1000多亿 这个1000多亿的单位是什么 是新台币 是新台币 没错 对 235亿人民币乘以5 对 好 这个1000多亿 每天就有这么多的规模 难怪大家都非常重视它 事实上大家也会关心 这样多的一个资金的往来 它真正可以带动全球资金的流动吗 是 其实有一个以前的例子 可以给大家做分享 在不久之前 大概就是应该有一段时间 大概是十几二十年前 台湾第一次被MSCI 列入全球的指数成分的时候 台湾的股市从6000多点涨到了1万点 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就是说为什么列入MSCI 会有这么大的效应 为什么每一季度在这个MSCI调整的时候 其实晚报或日报的头条都会做这么大呢 其实它的背后代表的是说 假设今天台湾 假设台湾的经济跟公司表现非常好 它的比权重往上调了十个百分点 那其实全球的基金 不管是全球型也好 新兴亚洲 或者说是台湾高股息等等的基金也好 他们会必须要跟随着这个指数的比重调整 而去调整它自己的持股比例 因为很多公司在台湾上市 假设它的权重调升了10% 那一定有某一个地方或是几个地方 他们的权重加起来掉了10% 表示说这些地方的资金必须要被减少10% 这是因为基金都是跟随着指数的调整而做部署的 所以台湾的权重如果增加的时候 那它就必须要跟着去调整它的持股 以免说它的表现会落后打盘 同样的道理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股票市场大概有24年左右的时间 但是还没有被列入MSCI过 虽然MSCI有一个专门的中国指数 但是它并还没有被列入全球指数 因为我刚刚提到的它有封闭的问题 它有法人很容易进入 但是不容易退出的问题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还没有办法被MSCI认同 最近这几年每一年都有市场传闻说 中国A股明年有可能 明年有可能 其实好多次大家都失望了 但是护港通开通了之后 这会是一次结构性的转变 因为通过护港通 我们作为一个个人 这个主持人您也可以去买贵州茅台 富达基金也可以去买贵州茅台 新加坡主权基金 它也可以去买贵州茅台 那不需要再通过买一支基金的方式 所以它的自由性变得很大 而且虽然说它有成交量的限制 但是那个是天花板 不太容易达到 我们从这几天开通 初期这几天的效应来看 因为你不可能期待市场 每一天都把这个额度用到爆掉 那当然 所以它每一天可能用到满 可能用到没有满 所以你不容易达到那个上限 它那个上限其实是一个蛮高的天花板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市场不管是法人 不管是个人 想要从A股退出是很容易的 也许有人会说 现在只是护港通 而且上海交易所1000支股票 它只开放了500多支 没有错 因为中国人最喜欢讲一句话 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慢慢来 对 慢慢的情况下 它先开放那些适合交易的 财务没有问题的 接下来也许是深港通 深港通的话 就是重头戏来了 因为很多的网路股 新的电子股 然后台湾的电子业的大敌们 都是在深圳上市挂牌的 这些公司其实是比较股本小 但是非常活跃的公司 那也可能是台湾投资人 最熟悉的电子业的公司 如果深港也通了 护港也通了 接下来比如说中国又推出了瑞子 这些瑞子假如又是外资可以买卖的 三个月内的话 你就可以发现 中国的政治市场已经初步的 开放到了一个程度 所以如果它重演 20年前台湾跟韩国 被列入MSCI的那样子的历史的话 我们可以预计2007年上海A股6124点 也许不是一个天花板 虽然离现在很远 但是也许不是一个天花板 那照你这个观念来看的话 台股很可能它的资金就会被吸走了 其实它的效应不能全然从这样子来判断 虽然说很多人都会认为说 这对台湾来说也许是一个坏处 但是我们必须要看一下 两岸三地所有的上市公司 他们都在做什么 他们的本业是做什么 在上海它的很多的公司都是 像我刚刚提到的 都是大型的全市股里面 银行房地产 然后这种有色金属 然后这个航运 或者说是那种什么矿业 冶炼这些 甚至是我刚刚提到的白酒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重头戏 那在香港呢 香港商人最厉害的就是金融房地产 还有一些大型的外国上市公司 但是在台湾呢 跟我刚刚提到的都不太一样 台湾是一个以半导体电子加工零主线 为主的这样子的一个市场的特色 这些公司虽然目前 有一部分面临了大陆同业的竞争 也有一些已经挂牌的对手 但是整体来说 他们的获利能力 上市的时间 还有他们面对市场的时候的透明度 透明度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几个因素 其实都比大陆的公司做得好 因为同样一个法人机构 你去call公司的时候 这个公司的讯息 后来正确度到底有多少 他对你说话透不透明 成不诚实 这都是可以被验证的 他画牌他每一季都要面对你 当然 长久来说 其实台湾的上市公司的透明度 是相当高的 而且你看台湾的这个制度 还有一项 就是你可以看到他每个月的营收 所以你比较他 跟比较他中国同业的激报 你就可以很清楚看到 他有没有掉订单 中国同业有没有抢到 他宣称抢到的订单 所以台湾的电子业 虽然有一些挑战 但是因为整个股票市场 他有他的上游 也有他的下游 所以他说的话是不是真的 你可以去跟他的上下游求证 他的这个方便性 是目前其他市场还做不到的 而且话说回来 台湾市场也是你最熟悉的一个市场 所以他不全然会有一个排挤效应存在 齐元 那讲到这边 我要帮听众来问一个问题 所以你会期待 或者说觉得这件事情 也许将来一定会发生 就是台湖深港通 这件事情会发生吗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会发生的 因为我举一个例子 今天是2014年 那在10年前其实也没有很久 2004年的时候 大家也没有想象过 到北京坐飞机只要 将近三个小时 到上海只要两个小时 当年可都还透过香港去转呢 对 以前如果去香港转机的话 就是一天 去上海就是一天 如果中间再耽搁一下 北京再来个雾霾 那就是可能到北京都半夜了 所以其实金融的流动 其实最近这10年 是一个非常快的事情 那我换个角度说 其实台湖通 台深通 台港本来你本来就可以买下 对 没错 这个没有限制 台湖通 台深通 它当然有它讯息上的问题 因为中国目前金融的结构性 还是很多的 但是我们不可否认 就是说全球的资金 目前是在抢进中国的金融市场 那当然 我们的金融业 当然是很想要抓住这一块 那其实你与其让投资人 跑到香港去开户 然后你用什么银河证券 用新业证券的户头去买 你为什么不开放 让台湾的金融业 做这些生意呢 没错 而且放个角度说 如果台湖通的时候 台湾人当然可以买中国的股票 中国人也可以买台湾的股票 那你的股票的实力 不就是一个最好的验证的时候吗 我们常常说台湾的上市公司的经营实力非常强 如果是这样子的道理 逻辑的话 那理论上 中国的投资人一定非常喜欢台湾的股票 因为台湾的股票呢 它的这个 透明度 其实我认为透明度或者说它的引力能力是远远超过中国的 没错 没错 各位听众 我们今天在线上为您访问的是金周刊的传述委员周奇元 请奇元跟大家来解说什么叫做护港通 这个话题非常非常的热 以至于我们只剩下一点点的时间来讨论 好 我再帮我们的听众问一个问题 他这个想要这个经由护港通这个管道来买中国大陆的股票 那他怎么办 他要先做到哪些事情 该注意的事情又有哪些呢 是 其实有很多个重点 我觉得第一个重点是涨幅的限制 涨幅的限制 你会觉得说 这个有什么差别吗 股票会涨就是会涨 会跌就是会跌 或者是在台湾 涨跌停是有停板的 停板就是他会 就会以那个价钱一直到收盘 7% 上下门槛 公司的话就是7%上或是1%下 那在中国呢 有个最大的特别是 它的涨跌幅各是10% 而且呢 中国的市场因为有80%几是散户的结构 比台湾还要高 所以很多的投资人其实是非常不理性的 如果这个公司今年涨停或跌停 它接下来几天持续一直说是涨停或跌停的几率 同方向一直上去的几率是非常高的 所以如果你看错了呢 那他或者是你来不及买了 他可能就假如他每天都涨停板一个礼拜就好了 那他这个礼拜就涨了50%了 那个幅度是超过台湾人的想象 那重点来了 如果你本来就投资没有限制的香港的话 很多这个中国散户慢慢的会开始买香港的股票 所以香港股票呢其实也会受到越来越多注意 但是一定要记得香港的股市是没有涨跌幅限制的 那更可怕了 就是说你在下单的时候千万不可以用市价单去下 什么叫市价单 就是现在腾交多少钱我下多少钱 那你一定要下一个你觉得合理的价钱 你千万不可以下市价单 因为香港股市每天都有那种瞬间涨跌超过50%的案例出现 如果你的标准的价位你下市价单的话 如果那一瞬间飙涨50% 你的成本就高50% 换句话说你套牢的机会就高50% 所以这是一个一定要注意的事情 两岸三地在涨幅这件事情上是三个制度 所以你要下的价钱 你一定要先算好你心中的价位 不要跟着目前成价的价位水过足 那要怎么买呢 怎么开户呢 其实你可以先去问 比如说你现在台湾有很多的券商 其实在香港都有分点 所以你可以去问说 我现在在台湾的户头 你能不能帮我填一些表格做护港通 其实香港也非常方便 你可以飞到香港去吃一下拥寄的烧额 然后顺便去中环开一下户 现在中环这个占领也已经清光了 所以你可以去开一下户 怎么有问题的 那这样子加起来其实成本不会很高 而且你可以实际了解一下说 现在香港人都买些什么中国的A股 那A股目前买南边的香港股票 大概都是什么 可能是腾讯 还是大润发 还是什么 不一定 对 了解了解 哎呀呀 这个所谓的护港通这三个字 原来有这么大的学问 除了它的影响性很大 它对资金的影响性很大之外呢 各位 如果你真的想要透过这个管道来帮你赚钱的话 你真的还不得不先去了解啊 每一个股市 上海股市 香港股市 它的特性在哪里 如果你贸然进去的话 可不要忘记啊 这个 其实台湾的7%的上下跌停幅的这些限制 其实是还蛮让你能忍受的 对对对 未来这个万一到了这个10%的时候 甚至于没有上下线的时候 哎呀 那真是心情像洗三温暖 对没错 那很像是很像会吓出心脏病那样子的 是 好 所以最重要的原则 这个几个买股票最重要的原则 你都要掌握到 这像比如说了解股市的特性 还有就是你的这个进场的时机是什么 像刚刚齐员所告诉我们 还有一点我要 也许要提醒这个所有的听众 你进场的时候要注意 这个停意跟损意 自己一定要设定好 不能担心啊 对 这个可能是很多你投资股票的时候 应该要注意的细节 有关于护港通 这么复杂的这个话题 我想真的 也许一节课的时间是绝对不够 20分钟绝对不够 我们期待以后还有时间 可以跟齐员多多的连线 明年也许明年开始吧 我们就会跟金周刊 有固定连线的时间 到时候呢 有很多重要的话题 都可以跟你一起分享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金周刊的传述委员 周齐员 跟大家的分享 齐员 谢谢你咯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